联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近日召開 駐紐約辦事處為響應今年數位科技的主題 搖身一變成為時尚伸展台 多位模特兒身穿台灣新銳設計師王子欣的作品 連友邦代表都來一同走秀 它是非常色彩的環境 充滿能力 它是非常誇張的 在紐約每個人都穿黑 所以這是一個美麗的夜 能夠穿上色彩 我認為你能看到路上 是非常色彩的和鮮的 這帶給女人和創造的人很多的能力 外交部友邦代表及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合辦科技女力台灣之夜 邀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國家代表 前來共襄盛舉 王子欣的多元宇宙時裝秀 結合設計藝術 虛擬投影技術 以及永續時裝概念 這次設計裡面是以愛的文明為主題 那其實是想講包容 不只是性別的包容 然後我覺得體型身形也是一種 我們在時尚需要去包容的態度 所以可以看到這次在服裝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身形 不同的體型的人 這裡可以展現的美科技以及女性美的力量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形式來呈現台灣在落實全球性品上面 是一個值得信賴可以合作的夥伴 可以做出具體的貢獻 友邦史瓦地尼副總理馬素庫 至此時感謝台灣協助提升婦女付權 並為台灣被聯合國排除在外抱不平 很多女性從台灣 是為了這個原因 為了這個原因 為了這個原因 為了永續支持台灣的叫作 为重新的国家的组织 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也透过影片 强调台湾科技女性智慧 是驱动世界的关键力量 叛与国际社会一同打造 性别包容更公平且多元的世界